hello大家好 我是白鞭小银 我又又又染头发了 然后今天这期视频是这样子的 我发现我家附近有一家特别特别大的火锅店 然后你去吃这个火锅的话 店家会和你签合同 就很夸张兄弟们 所以说我就准备和我的兄弟 嗨大家好 好久不见我是胖虎 所以说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就会和胖虎一起去吃这个最大的火锅 哎 等一下 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世界排名第三的 印度魔鬼胶 真的很恐怖 它现在是隔着送药袋 我就拿久的我都会觉得我的手在发烫 然后打开我一下真的能够把人当场送走 我想在这个最辣的火锅里面 直接加入这个魔鬼胶 今天我们就来挑战史上最辣的火锅 然后最辣的魔鬼胶已经放进去了 就我现在感觉整个包厂里面都特别刺鼻 玩你有艺术含量的游戏好不好 可以 不要笑挑战 一般般吧 这些小伙呢 爱不爱妈妈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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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爱 妈妈 不要我觉得像高中同学同班 整个看过了 要不聊难度升级一下 这些图人字就是我这个朋友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实践于1964年 当时呢 学生只有两个啊 啊 学生只有两个子 要过来 哈哈哈 有两个子 要过来 哈哈哈 有两个子 要过来 哈哈哈哈 这房间怎么样 你嘴巴已经戳了怎么回事 我没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看没吗 还有必要看吗 你刚刚都戳成这样子了 吃吧 我们一直没有动这个筷子 仅有的三片肥牛全部给你好吧 我真烦啊 怨你服输啊 等一下你没穿衣服没有 我感觉你演的成分有点大 有这么大吗 我只剩进去了 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夸张吧 味道确实有点刺鼻啊 喝我的味道 喝我的水喝我的水 高中毕业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像也没有这么正眼八景坐在一起吃个火锅 你当体育老师辛苦了 我也知道你最喜欢吃毛的 真的不推荐大家把魔鬼焦然后再放在火锅底腰里面 我真的刚才缓了两个小时才缓过来 OK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JACOB JOUM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